新的政府管治班子 包括新的行政会议成员都已经就位 一切施政方针和政策措施都已经落实到人的身上 管治班子中有众多新面孔 面对新形势及新局面新挑战 他们究竟有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能力的汇聚 去承受新的挑战呢 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时时大播解 新的政府管治班子 包括行政会议成员已经开工了 开新篇现在落实到人的身上了 新的人物 新面孔 面对着新形势 新局面 怎样应付 怎样对付呢 请新的成员跟我们谈谈 今天嘉宾 新的行政会议成员 也都是立法会议员陈建波 大家好 波兄 你好 你们已经开工了 大家在金睁火眼看着这帮新的官员 和新的行政会议成员 怎样开新篇 当然开新篇不是只是官员的责任 全香港市民都有责任的 不过作为新人来说 面对这样的新的局面和新的形势 你不如说说个人的心情是怎样 我当然觉得是很荣幸 还有责任重大的 因为过去这么多年 其实二十多年来 香港也是选出一个 插插插插的立法会 你知道政府是施政也有很多困难 很多人故意去刁难 阻挡 所以其实哪一个 就算你怎样的特首组 都是困难的 但是我相信在金睁来说 因为已经基本上是国家出手 改变了这个格局 所以我们觉得将来应该很大机会 是真的为市民做到事的 以前就赖反反对派 但是将来如果是反对派 基本上也都是外国者治港 现在基本上也不应该说是反对派做到 所以如果大家就很大责任 就尽快做好了 以前可以说归咎于有人为反对而反对 搞搞阵 现在如果我们不能够真的做到结果为本 可能就变成了很大压力 变成这样的情况 对吗 对啊 对啊 作为新的行政会议成员 你坐在这个位置 现在很多人都问 为什么要找波兴进去呢 我的理解就是说 今次的政府的早班 很体重那个 就是所谓国家安全 金融安全 就是社会安全等等 都是国家安全来的 就是保险和金融银行等等 是不是都在这一方面来说 是要比较着重考虑 所以你坐在那里呢 我想你的观察都很正确的 因为香港始终呢 要为国家做最大的公园 一定要是一个维持到香港 做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还有现在那个世界的政治环境呢 其实这两年大家都很担心 可能有一些很特别的事件会出现 以前没想到的 这两年可能会出现 那会对香港各方面都很大的考验的 那特别你知道近年是 西方都是针对中国的 那变成是我觉得有意无意之间呢 都是想取代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 实际上我们过去呢 也都是因为我们内部斗争 其实都是就是香港竞争力是损失的很重要 那我觉得是时间去重建 所以呢我相信会是一方面是 我们怎么去重建香港做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去令到国家最大的公变 另一方面都要是怎么去保护这个香港 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这个地位 那所以我想是有两方面的工作要做的 那我相信 因为你知道我其实是在银行做了三十几年 那接着呢 也是在银送公司各方面都做了十几年 那所以金融这一块呢 和我一次也有兴趣了 对买位股票或者对香港的股票 的运作都很有兴趣的理解 所以我相信这三方面我都是熟悉的 我相信希望将来都能够帮到特首了 是保险当然大家都知道和钱有关了 这个不用说了 就是保险和金融是否很密切挂勾呢 这个当然了 因为你知道在银送公司 我们现在香港的受险加财 有四五千亿一年 其实是香港做的 普费都有 那这些钱在哪里呢 其实都是主要回投资 回到香港股票市场 债券市场 甚至或者是其他的地方 当然主要都是香港为主 那所以你看到呢 如果你这么大的资金流动呢 如果是 如果是善用它呢 或者是可以制造到很多商机的 也都可以令到人民币国际化 就很有作用 例如我都常常推动 希望我能不能是 譬如说国内的人 可以香港买保险已经做到啦 但是是否可以香港建设公司都会进去国内 就是等于国内公司可以做生意呢 那然后收到保费 人家又会担心告诉资金外流 那其实这些钱可以回到国内投资的嘛 再重建 或者是再去为国家的建签 是做一个助力的 就是不是一个 就是好像佼靖的体话 资金流走 其实不是这样的 其实是一个流转的过程 那所以我相信呢 在保险方面 因为你每年牵资这么多亿的资金 其实是可以做的 但是当然正如我所说 银行也是有很多年经验的 所以我相信呢 我也可以有些帮助的 对这个 如果有些问题要处理 或者一些根本的问题 我就会好一点大量 是 因为现在你那个 其实香港是一个自由港 也不需要过分太担心 这个资金出出日入出出日入 本身就是自由港 就是资金自由流动 这个不需要太担心 我想叉开一点点问一下 就是近况就是 两年的疫情 有些行业或者有些的范畴 是没有什么受疫情影响的 比如说股票投资等等 比如说保险这方面的那个业务 有没有因为疫情影响 或者说不是反而会好了 有没有 又如何呢 我们都是有轻微增长的 但是都是在于能够发开 开拓本地的市场 还有就是善用科技的发展 现在很多都不需要直接跟客人谈 可以在好像现在我们的会议 这样在一个Zoom的议会去 大家谈生意 保险也都做了很多措施 很多产品都可以网上销售 但是对一些是 就是譬如中介人是很主力是做国内生意的影响很大 因为事实上我们最高峰的时候 国内的客户来香港买保险是超过四成的 或者接近四成应该这么说 你想想一个新生意有四成是依赖国内 其实都挺重要的 那如果有些人他主要是做国内生意 就是真的很困难 就是有些本来赚了很多钱 结果就是收益跌得很重要 佣金也跌得很重要 那是有一大部分人是相当受影响的 但是另外有一部分人他也掌握到本地的市场 可以拓币年金或者是自然医保 或者是严重危险都可以拓币市场 所以影响就不是很大 但是我们还是有些增长的 但是对某一部分人的影响就很大 是 刚才你提到几次也提到 就是说内地来香港买保险 就是为什么两个市场是否有比较 就是香港是相对还是会吸引一点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是 因为香港始终 大家都认为香港的产品是多样化的 选择到很多的 这个第一 第二也是事实上有些人觉得是有一个 就是他有些资产配置的问题 他有些他喜欢是 当然他就是所以你留意到的 很多人是拿人民币资产 一定是这样的 但是来到香港他就喜欢买美元 买港元这样的 我想他对这个外汇的风险他想控制一下 或者他喜欢投资多元化 那就是都是多方面 包括产品 包括对对香港的本质信任 包括对资产配置的需要 这些都是造成香港将会是一个 就是一个互补的地方 就是说国内的人士他投股需要 在国内做不到的香港也都可以做 我觉得这个是好事的 好过他去其他地方买 所以我觉得 怎样去令到香港可以做大一点 做大做强 从而又可以把这些钱 去国内投资是一个相赢的局面 是 听你这样解释的说明 观众可能就比较明白 为什么保险业有一位波英在行政会议 是有他的直接或者间接的作用 这个是很明显的 想问一问就是 作为新人进行政会议 你在立法会 我们讲话就是要考虑到监察政府 为业界出声 为市民出声 为选民向主民交代 你可以公开发表言论 但是去到行政会议里面 你就要保密制 又要集体负责制 担不担心 就是两边 你说同样一番说话的时候 有不同的结果呢 其实我觉得 如果大家理解 就不会太担心 因为我都 你都知道了 我们在行政会议 就更加能够充分去详细 讨论政府 推行一个政策的考虑点 还有他关注什么 还有为什么最终做的决定 所以我相信 在行政会里面 如果我对政府的政策有什么意义 我当然可以加速提出 那但是就算 就算 譬如你被人在外面看过 这个政策 可能会觉得 为什么会这样的 但是我们因为有在内部论 我们应该就得到澄清的 还有我相信 如果我对这个政策都有质疑 相信特首或者其他官员 都应该有充分解答 我们才会支持的嘛 那所以我也不太担心 就反而 就为什么以前的政策出问题 我相信就是那个解说 是做得不好的 为什么呢 你想想一个政府 很难想象他会推出一些政策去害市民 我又不觉得会这样 但是为什么会出来的反应是这样 因为大家要 因为很多人看东西是由自己的理出法 比如说A 那他当然看这个政策对我好还是坏 但是这个政府不是这样的 政府是要照顾 就是要照顾大部分的市民的利益 就是以前是李维依归 不能够说只是偏方A或者B 那所以他考虑点一定多很多 那所以一定有部分人不满意的了 但是呢 就希望照顾大部分的需要 那这些这样的情况呢 就变了在你以前 我觉得以前的解说大家都 不是我说的 有很多人都觉得是 甚至政府自己都承认是要做得好一点的 因为你记得以前是 有些人是故意去扭曲活黑的嘛 就是有些东西根本对产生 对这个政府的受限呢 就很多时候都会震动 丑化的事情呢 其实我们有时候觉得很可悲的 因为就是这些人的行为 令到其他人都受到影响 本来一个就是一个利民为民的措施 都会转变成一些 是一些好像靠外那样 还有呢最惨就是说 根本你是扭曲了善事呢 就对政府产生不满 从而产生不信任 那我希望将来是可以减轻的情况 甚至是令到一个正面的结果 是 那你这个观点呢 其实很紧要很紧要的 这个观点呢 就是所谓的政府要 要着眼 怎样有一个基本策略 和市民去解说政府的政策呢 你又要面对不同利益的阶层 你要兼顾各方面 这个观点呢 就超出了保险业 银行业 工会 政党 这是一个大的 对政府施政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战略上的一个意见 这个意见 是否都会成为你 就是不时都要提醒政府 要做这件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 是的 承轻我想是因为你多年的重政经验 这些经验是很宝贵的 普通市民未必留意到 但是正如我一说 你都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战略的方向 因为以前有人 是故意在这一方面做手脚 所以如何去重建市民的信心 让他们看到真相 是一个绝对重要的 但是因为你知道 现在今时今日的媒体的 广泛被利用 市民得到信息的渠道 已经不是一两个 是很多很多个 年轻人又不同 中年也不同 年轻大也不同 那你怎么去照顾各方面 都能够出到一致 还有怎么去尽快反驳那些抹黑 假消息 这个就是政府最艰难的地方 那我很高兴的 因为其实都和特首谈过 阿超哥都会很重视这件事 我相信他将来都会 花很多时间在这里 那我相信如果这方面做得好 对这个政府施政 肯定有很大的幫助 那我们休息一下 回到一会儿再继续谈 我们继续谈这个问题先 欢迎继续收睇 《时时投播解》 我们今天有嘉宾是新行政会议成员 也是立法会议员陈建波 波兄 刚才我说 延续之前的问题 你提到非常好的一个观点 值得我们讨论的 我自己是做公关顾问那一行 在我们那一行有个格言 就是说 不要只想着你想说什么 你应该想想 听那个人他想听些什么 就是那个决策的时候 你要想起那个接受者 那个听的人他有什么感受 就不只是说 我喜欢想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那就是过去的政府 有时候上一届政府 就特首办 连新闻统筹主任都没有了 是吧 也没有中产政策组 这方面来说 除了架构上来说 是要调整之外 刚才说的就是说 其实行政会设计 是否这方面都可以多些给特首 多些的提醒 和多些的建议呢 是的 我相信 你支持人 你据公关的看法 我也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时候政府以前的手法 他说就是说 我是做了什么 我没有做错的 我又考虑这又考虑那又 但其实他没有 就是处理到市民很多时候 我心中的疑问就是说 你想我做什么呢 我有些什么要注意呢 就是你讲得太远 就是太多点 其实他不会明白 他永远都不会明白 他只是想关心两三样而已 我应该怎么做 我听到这些信息 就是说 政府是否这样 你对我有什么影响 就是其实只有几个点 而且你知道现在的人 那个处理 可能都是二十秒左右 你说太多 或者你想说 说五六个点 没有人会理你 所以你一定要说 一两个点 你最早一点说 那你就去无全清 是吧 有些市民最关注 最贴心的 你就说 那这些都是要整个 所谓文化的 就是公关文化的改变 好 我转个话题就是说 如果在现在这个 新的形势之下 就是担不担心 你开始也略提过 就是说 比我印象就是 政府那个危机意识都很强 特别是比较体重 这个万一国家安全 遭受到挑战 就会有备而战 就是现在这个班底 早班 是很明显地倾向这方面 你会不会觉得 那个危机感 和那个乐观向前的看法 两者是有一个平衡呢 这个当然 这个我们都是 作最为打算 但也是希望 最好的准备 最好的准备 因为事实上真的是 我想这两年 其实我个人希望 不是这样的 因为始终 我自己个人 如果我一个悲观的想法 如果你说一些悲观的想法 就可能去到很差的 可能接频要战争的 也有准备 但是如果乐观的想法 就是说 我觉得外国的领导人 其实都不是傻的 说到尾 他都是利益的而已 当他发博 原来是不断压住中国 去打 对峙也没有好处的 甚至有伤害到他的 那可能 就是最乐观的想法 就是大家 不如以后 大家都做好 就是整个世界 都重新很多布局 重新很多政治 或者军事方面 都是一个调整 就是大家的一个良性竞争 因为当他知道打不下你 就是和你做朋友 这个世界 其实也不只是说 国家是这样 人也是这样 没错 那我也希望这个是 就是好的发展 但是我们也做好 最后是准备 要问 要打仗 大家就真的辛苦 要紧紧逃避 或者有很多损失 都不顶 这个也不是我们想要的 但是你打到来 我们也要奋力抗战 是不是 那我们也没办法 但是做好准备 希望这个不会发生 我个人就觉得 因为很多时候 西方的考量 都是利益而已 很多商界 西方都是这样 是 那如果你真的看到 他有利益损失 他没有什么好处 只有外处 我又不觉得 他一定会动武 是 互相也有一个牵制 比如最近这个 美国对关税 对中国的关税的调整 本身说明 就是你杀敌一千 就自选八百 你自己都 损失惨重 他不得不自己都要调整 就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是的 如果他是杀敌一千 就算一千二 就算一千二 你想想他就不会做 我不觉得他会做 就是不会做虚本生意 对不对 是的 就是 香港人的意识 可能都需要政府 要做些调节 做些调节 对不对 眼前来说 加超特首提出100天的期限 就是要见功夫 要见效果 既然说得出来 全香港市民金晶火眼看着了 你作为政府的 权力中心的一份子 你觉得有没有信心 100天有东西 有东西 让大家看到 我相信 超哥现在就很努力地在这 就是 怎样 我想他拼过头来 怎样去 刀出一个 两例目标 就是大家想要做的东西 但我觉得 你看回来 一个新的班子 其实都有很多 因为我很多官员 我都认识的 他现在选择的人 都是有能力肯做事 还有我在财委会 看到他们的表面 都是很清楚一条件事 也不是采取一种 违避的方法去回应 就是说 这些人都是负责人的人 我相信这个班底 交出来的目标 或者是希望做到的事 应该不会令人失望 我是有信心的 是 现在这个政府的 司局级的班子 很明显是一个 专业专家精英 加上资深干练的公务员 两个互保的一个班子 公务员都是打底的 但是也引进很多 专家精英 这个来说 你觉得这方面 是不是都有一个侧重 是这次的一个新意 你觉得 我觉得他是很小心耳泪 因为你知道 超哥始终在政府做了这么多年 他应该会知道 哪些是比较实干的 哪些是冷冷闲的 哪些是等他休的 我觉得他是知道的 所以我经常觉得 其实是做事 是人的做事 如果你那个人都没有心机做 你怎么做得好呢 当时我们看到一些部门 你一换了头 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想这个 我们真的很期待 去为香港做实事 是 即是说现在那个新的局面 大家都很紧张 比如我说了100天之类 加上现在眼前 这个疫情 有点不太明朗 一方面市民的担心是少了的 但疫情的数字 仍然是有一定的影响 大家市民都纵目覆覆 关心那个通关问题 行政会议会不会優先 估计都会讨论这个问题 会不会呢 我们都知道 国家都有很多不同的 我相信 政会也会讨论 我现在还未有这些问题 我相信一定会有讨论 这个其实是重中之重 整个经济如何翻山 当然要通关 我相信会逐步有机会做到 是 当然它有集体负责制 我们不能够公开讨论 行政会议的议程 不过就是说 个人来说 譬如现在社会上都有说 譬如说 是不是应该 权衡優先 都要考虑海外通关先 因为内地的通关一时三刻 不能够立即实现的话 是不是都要香港有个空间 去做海外先 優先去通关 你同不同意呢 这个说法 我觉得 内关 外关 其实就尽量争取 两个一场做最好 是 但是如果不行 都事弹通 一个先 你知道香港 一个 做了一个 国际金融中心 实际上 这一两年 又真是因为 就是那个围关的问题 很多人真的 真的走了 真的或者去其他地方做 这个 比如高层那些 他就在新加坡做了 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切身 真的要解决的问题 那当然更多市民是很想回国外去 因为很多事要做 家庭 生意 或者学习 或者旅游 都有很大的需要 这也是很重要 但是有时 我们都是 中国一部分 我们一定要配合国家的政策 那这些我们都没有 就是没有一个选择 但是是不是可以 说服国家 在通外关那里 快点做呢 那这个我相信 由政府是会考虑 是 其实现在香港对疫情的处理 某程度 已经是 一个一国两制的做法 就是说 香港不一定 好像内地 那样的 完全一样的做法 那就是说 这个这样的先例 是不是可以 就是说 都容许香港有空间 先开放海外的东关 因为现在国际航班 航线 香港的那些金融机构 高管 企业高管等等 他们回不回来 其实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起了很重要的影响 是不是这方面 可以优先考虑 我会反映你的意见 因为始终我不可以 我们不可以倒退 行政会议 那些说的东西 但我相信 你刚才说的也是 很多商界的心声来的 事实上 这些商界 都是有切身利益 他真的很关心香港 他希望香港做得更好 所以他们这些看法 我相信是一个很好的 是看了整个业界 看了整个香港的形势 他们觉得要做的事 那我会将这些电 带回到行政会议 是 好 波兄现在都已经 上场你已经很熟悉 这个游戏规则 很清楚 很聪明 谢谢 因为这个 刚才说这个 所谓商界的意见 也不是单纯商界 是吧 如果你的通关做了之后 带动香港的旅游也好 消费也好 零售等等 交通 餐饮等等 都会因此带动 所以那个影响也是相当大 所以这个意见 我想你都会看到的 都会考虑到的 是吧 一定一定 大家一定要考虑这个 是 好了 接着你个人来说 你又要承担这个行政会议的工作 这个重担 立法会议你仍然要继续努力 你的工作量 或者工作时间 在你个人生活 会不会受影响呢 都不会的 其实我觉得 就是你都知道我最近有个安排 就是我知道会被委任 我已经是说了 我会辞去那个财委的主席 是 那其实有几个考虑的 就是几个 包括是 我做了财委的主席 连续七年 已经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那怎么样栽培 就是新的 新的议员去做这个崗位 都是一个考虑 嗯 怎样平衡工作 包括新的在行政会 开这么多会 马力体文件 如何处理 那另外也有些所谓观感的问题 就是有些人就觉得 你一方面 你就是行政会 有多少代表政府 那另一方面 你怎样去在财委会 是这么重要的部分 会不会是有角色冲突呢 你都有这么考虑的 你问我呢 我自己觉得 就不会有什么冲突的 因为立法会 根本有这个程序 去处理这些所谓利益冲突的情况 是 好了今天时间到了 谢谢 试试大波解 下回分解